当地时间20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同波兰总统杜达夫人阿加塔 在华沙共同参观肖邦博物馆 彭丽媛抵达时 阿加塔、肖邦研究院院长石克莱纳 在停车处迎接 彭丽媛在阿加塔陪同下前往主要展厅 了解肖邦生平、职业经历 及其手稿、信件等珍贵馆藏文物 并欣赏肖邦的代表作品 彭丽媛和阿加塔来到小型音乐厅 欣赏波兰青年钢琴演奏家 演奏肖邦经典曲目 彭丽媛表示 中波两国都有着深厚的艺术积淀 和丰富多元的文化艺术传统和特色 双方在文明互建、文化交流上 有很大合作空间 在两国人民传统友好基础上 双方应该密切人文交流 增进两国人民友谊 双方应该队成为 big